称称天下第一刀的三军一张队指挥刀 究竟暗含了哪些深刻寓意 原来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力量全部都被展现了出来 首先这把刀在经过锻造后所展现出来的笔直且坚韧的造型 就非常符合中华民族坚毅不屈的英雄气概 其次在具体的装饰细节上刀饼部分则是最讲究的 在刀饼的顶端相见有一颗硕大的红宝石 象征着历经革命而凤凰涅槃的红色星中国 在其周围围绕着34颗红蓝色相见的小宝石 则代表着如今全国3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以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大家庭 同时整把刀上全部的宝石数量更是达到了56个 也就象征着全国团结在一起的56个民族 除此之外刀饼及护手部分全部采用镀青工艺 更是展现了大国的气度 特别是护手部分采用了高强度的合金材料 并设计成欲展翅高飞的凤凰图案 既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 美好未来的希望 同时刀鞘上的龙腕遥相呼应 更觉得是刀饼护手部分如果从侧面看 又是一个和平歌的造型 传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 但这还不是这把刀全部的特色 在刀饼处包裹有牛皮 其到耐磨和东气防动手的作用 刀鞘采用不锈钢材质以保证不会生锈 刀鞘表面除了镌刻有代表九州大地的九条龙 还镌刻了最具代表性的长城图案 从哪里看一个人的身体好不好呢 答案是肺和咽喉喉咙 喉咙有义务刷牙恶心肝藕 有时候还喜欢 嗓子干 半夜起来找水喝 早晨起床嘴里干 嘴里苦 嘴巴味道大 这是体内的筋液不够 喝再多的水吃再多的润厚片都没有用 不要焦虑 试试下边这个搭配 胖大海 罗汉果 橘红 干草 金银花 绝蜂子 陈皮 枇杷叶 蛋竹叶加点冰糖 加水煮二十分钟 每天一杯坚持一周左右 它简直就是喉咙的救星 每天喝上一杯 喉咙感觉在按摩 非常舒服 清清润润 冬季天干地糟 是喝胖大海 罗汉果茶的黄金时间 嫌麻烦 没有时间煮的话 下方小黄车有配好的成品 就是这个人和胖大海 罗汉果 橘红尘皮 草本清口茶 每天取一小包 用开水冲泡五分钟就可以喝了 喝完后清清爽爽 喝再多水都没用的 泡上一杯这个事实 现在还有活动 每天早晚来一杯 坚持一星期 管用 你就告诉十个人 不管用啊 你就告诉一百个人 不过相比 这下这些细节 在远关时 并不能完全被凸显 反倒是一张队员 坚衡的礼冰枪 更能吸引眼球 但其实该型枪支 早就退出现一部队了